警方接到群众报案 撑在公园里面发现可怕的一幕 有用人体各个部分制作成的灯笼 更离谱的是 一个流浪汉身上穿着一件人体马甲 警方经过仔细搜寻 在花坛里面发现部分被埋藏的尸体 法医通过刑侦手段确定 死者年龄在45岁左右 身高大概在1米7上下 体重不超过65公斤 就在警方抽丝剥茧的调查时 警方再次接到群众报警 王某的家人说王某离奇失踪 警方立刻抽掉警力展开调查 经查询发现 在王某失踪期间 他银行卡上的1万元被分成6次取出 通过刑侦手段发现 王某的手机还显示有人在使用 警方很快就在胡月龙的家中 找到了王某的手机 面对审讯 胡月龙承认了自己杀害王某的事实 还交代了同伙尹小敏跟曹英两人 很快警方就找到了两人 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成功将他们抓获 据尹小敏交代 自己当年在刑满释放之后 也曾想着自食其力 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 但没有赚到钱 反而赔了不少 没钱之后就想着抢劫 尹小敏将目标放在那些发廊妹身上 认为这些女人身上肯定有钱 而且她们大多也是从事非法交易的 就算被抢劫也只能不了了之 之后果然不出所料 尹小敏成功抢劫了好几次 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尹小敏将一个座台女 骗到自己出租屋里面 想要对她实施犯罪 她先是进行抢劫 然后满足自己的授予 在做完一切之后将人残杀 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证据 她决定对这个女人进行分尸处理 后来胡越龙俩人加入了尹小敏团伙 尹小敏对两人说 自己找到一个杀人谋材 还不容易被警方发现的办法 就是用硫酸对尸体进行腐蚀 为了验证这一方法的可行性 他们先买来一大桶硫酸 然后跟之前一样联系到一个座台女 将人杀害之后进行分尸 并扔到硫酸桶里面 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 女人的尸体慢慢开始溶解 随后几人将残渣到浸下水道里面 尹小敏为了能熟练分尸 还特意买了有关解剖学的书籍 进行研究 逐渐他们的手法越来越熟练 分解一具尸体 由之前的好几天也变成了几个小时 最后他们觉得分尸还不过瘾 将女人碎尸之后 把他们的皮给扒下 制成了马甲椅子靠垫的物品 残忍至极 在指认现场的时候 警方在他们出租屋的墙上 发现了一个用斜斜的爽子 可见这群人心里变态到什么程度 据统计他们先后供杀害九个无辜女人 他们三人也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 随着一声枪枪 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声 我是老魏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